永家移民房 翻修时坍塌 四名维修工均被压遇难 大雪压塌厂房 围观人员见状急忙躲避 湖北随现一房屋突然倒塌 吓坏众人 年初西双板那一餐厅发生地面突然塌陷的事故 几名客人因此掉入池塘 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6月22日 四川广安一处人行道出现坍塌事故 因众人围观 有围观老人因站在危险区域而掉入坑中 7月30日 北京和河北两处因大雨而出现地面塌陷事故 地面工程质量引人升级 近日 中国多地再次出现地面塌陷事故 该事故的发生地已不局限在市区马路和高速路面上 此次事故发生在人群众多的商场之内 11月19日下午 河南纪元市一家刚开业的百货商店 突然发生店内地面塌陷 塌陷部位出现超过一米深的大洞 网传视频显示 该塌陷部位位于商场购物区内部 货架之下最不易察觉的地方 事故的发生十分突然 坍塌前一秒 很多顾客还在来回走动选购商品 下一秒 地面就塌陷成一个大洞 事故发生后 地面呈现的大洞中 除了受伤的顾客外 还有落入坑中的货架 物品和大量的瓷砖 最令人惊讶的是 大坑中惊现一处疑似暗渠入口的地方 该商场位于河南济原市济水街道宣化街 据目击者描述 当时正值商场营业时间 很多顾客和员工都在场内 突然听到一声巨响 紧接着地面开始剧烈震动 人们惊恐地四散奔逃 一些人由于地面塌陷而摔倒 甚至有两人掉进了洞穴中 目前这两位伤者被诊断为轻微伤 没有生命危险 该目击者还透露 这是一家大型的平价百货超市 招牌还打出了两元店的口号 该商场于11月18日开业 商店门外拉的多条开业大级的横幅 都没来得急摘下 开业的第二天就发生了坍塌事故 一般情况下 建筑物建设之前 要进行沿途勘查 查明地下空洞的情况 并设计出地基处理的方案 建设前要进行地基处理 才能实施建设 但从视频中可以发现 这个大洞两侧都起有砖墙 还有一个拱形的暗渠入口 也就是说这个地面下方原本就是空的 而且商铺建设时并没有对地下空洞进行地基处理 而是直接在上面铺上预制板和瓷砖 从视频中地面断裂处看 除了没有处理地下空洞 商店地面铺设的预制板厚度 也比一般合格的预制板更薄 看上去并不太能承重 加上超市里人来人往 还要时常装卸货物 当超过了预制板的承重重量时 就会出现塌方现象 预制板虽然使用方便 并且可以用来搭建房屋 但在中国却存在着比较普遍的 使用和质量问题 在使用方面 如果预制板是安放在墙体 或者线胶框架上 从垂直方向上的载荷能力非常好 甚至可以承受小型冲床的冲击 但在水平方向上的载荷能力 会存在非常大的问题 而且在建造过程中 预制板的使用环节是有严格控制的 在需要承重的关键部位 是不能使用预制板的 在质量方面 从现场视频中碎裂的预制板来看 明显使用了较薄的 质量不合格的预制板 从事故发生到现在 有官方报道称 该事故的发生地已经被封锁 商店也暂时处于闭电状态 该地住建局也在对此事故发生的原因 做进一步的调查 此事件引发大量网友的质疑和调侃 有网友提出疑问 在建造商铺时 相关部门难道没有考虑过 地下空洞可能造成的安全隐患吗 这样的地下条件 适合建造人群密集的商场和超市吗 还有网友表示 如果整栋商业楼地下都是这个情况的话 以后可不敢再来这里逛街了 有陆美指出 暗渠是指在地下埋没的排水管道 通常用于排除雨水或者污水 在暗渠上面建房会导致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暗渠的承受能力不足 无法支撑上面的建筑物的重量 导致地面下沉或坍塌 危及人身和财产安全 二是暗渠的维护和管理困难 无法及时发现和修复暗渠的损坏和堵塞 导致水流不通畅或溢出 造成红烙或污染的危险 在暗渠上建房固然可以 但是要保证空心的暗渠入口 不会给地面建筑造成隐患 就像在地铁上建房一样 只要质量过硬 建造科学 是完全可以的 但此类事故的发生 只能说明该商场在建造时的质量并不过关 甚至有敷衍了事的嫌疑 虽然这起事故并没有造成太大的人员伤亡 但是刚开张的超市 而且还是在人流量很大的百货商场内部 地面突然塌陷 可谓是相当大的安全事故 一旦很多人经过试探塌 后果不堪设想 有媒体认为 这个事故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 也是因为发生的比较离奇 按理说 刚开业的超市应该是最崭新 最坚固最安全的 因为肯定是经过各个方面的安全检查 消除了最基本的安全隐患 才能开业 而且也不存在年老失修的问题 可缺坍塌的如此触目惊心 可以说在建造和安全检查方面 该地政府相关部门存在问题 但住房局声称 初步判断是建筑设施老化导致 很多网友纷纷质疑 这又是一起豆腐渣工程酿成的事故 在11月19日同一天 江西福州的南风县 也发生一起危房坍塌事故 一天内两场事故的发生 再次将中国豆腐渣工程推上了热门话题 据现场知情人向媒体透露 该房屋去年被鉴定为危房 虽然被定为危房 但是为了居民能够继续居住 目前正在加固中 在加固的过程中坍塌了 该栋房屋坍塌后 官方发布声明称 此房屋在两年前已经被相关部门排查为 存在安全隐患的建筑 经第三方鉴定为C级危房 在检测出问题后 已经对该栋房屋全部的住户进行了撤离安置 并且进行停水停电 安装围挡 设置警戒线等安全措施 因为无人居住 因此通过现场排查 没有出现人员伤亡 但据现场目击者描述 现场有人着急跳脚和痛苦呐喊的现象 并且该房是在加固过程中出现坍塌情况 怎么可能没有维修工人困在里面呢 也有网友对此事提出质疑 幸好是维修过程中坍塌 如果已经维修好了 有大量人员入住才发生坍塌 那后果真是不敢想象 前有11月6日的黑龙江加姆斯体育馆坍塌 致三死一伤的事故 后又有11月22日 江西干江 白马庙 制药厂 移动职工宿舍楼 发生部分坍塌等事故的发生 如此多且频繁的坍塌事故 引发了网友们对中国建筑安全性的质疑 江苏福州的坍塌楼房 被爆出有30年的楼龄 近30年的时间就发生了大规模坍塌 确实令人怀疑其中是否隐藏着巨大隐患 据知情人士透露 该栋建筑在修建过程中使用了劣质预制板 是造成微房的重要原因 几天前11月11日 浙江永家县桥头镇沿头港一民房 在翻修过程中发生坍塌 截至12日上午 4名被困人员已经全部找到 经确认已无生命体征 据介绍 发生坍塌的是一处 三间四层的自住民房 为五孔版结构 鉴于上世纪90年代初 事发时正在翻修 被困人员都是参与翻修的工人 也可以确定是一次由预制板酿成的惨剧 使用劣质预制板作为建筑材料 而产生的事故并不在少数 今年5月9日 柳州一房屋楼面预制板发生断裂塌落 造成一人被困 一人受伤 2021年11月23日 南昌一职工宿舍 因是预制板房造成坍塌 同月24日 江西一栋六层砖混预制板宿舍楼局部坍塌 2020年 山西湘芬巨仙饭店 因是预制板房发生坍塌 2019年四川常宁地震 18岁女生被预制板压住遇难 以上皆是使用劣质预制板的楼房而带来的危机 有建筑专业人士对豆腐渣建筑的分析成 楼房坍塌会涉及到多个因素 如施工质量 基础设施问题 建筑材料的质量等 其中施工质量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在施工过程中 如果没有严格按照规定的标准和程序进行 会导致建筑结构不稳定 从而增加倒塌的风险 此外 基础设施问题也是需要关注的重点 如土壤的承载能力 地基沉降等因素 都可能对建筑的稳定性产生影响 在历次发生事故的楼中 有楼龄长的 也有楼龄短的 这也许能说明 豆腐渣工程已经不分楼龄长短 普遍地存在于中国的各类建筑之中 没有人能保证 自己住的不是豆腐渣工程建筑 除了劣质的预制板 豆腐渣工程还会使用其他的材料 来达到偷工减料的目的 比如说问题混凝土 在制作建造房屋的混凝土时偷工减料 还有用泡沫板 如EPS泡沫 来充当混凝土等等 11月21日左右 一批上海普陀区苏和旺的业主们 在预看房市发现 自己购买的一瓶10万元的豪宅 竟然是豆腐渣工程 其中一位业主张先生向媒体表示 他走进屋里的时候完全被惊呆了 不仅施工的工艺非常差 找不到一面完全笔直的墙 而且较低楼层的住户家中 还存在着严重的渗水问题 一些内墙也发生掉漆 有裂缝的情况 除了屋内装饰 楼宇外部也经不起业主们的细看 房屋的黑色窗框 以及部分墙体的装饰条 使用的并非是正常的建筑材料 竟然是EPS泡沫 并且破损的十分严重 花上千万购买的上海豪宅 还没有住就已经出现问题 各个业主心中的滋味肯定是难以言说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偷工减料的豆腐渣工程呢 首当其冲的原因当然是成本较低 相比建房使用的混凝土钢筋 造价十分便宜 相比制作混凝土能节约很多的人力物力 第二个原因是中国建筑工程的层层转包 很多建筑公司中标后 并不是自己来运行 而是转包出去 就形成了大量的没有建筑工人的建筑公司 出现了一种以包工为主的特殊职业 包工头 工作中他们并不是老板 也不是管理人员 更不是技术人员 但却同时干着这三种职业的工作 没有技术知识 却能指挥建筑工程 出现豆腐渣工程并不是稀奇的事情 第三个原因是贪腐环节太多 缺乏监管 导致劣质建筑的出现 在中国建筑业层层转包 也是层层盘剥 首先中标之前 就需要花钱疏通官场人脉 才能拿下项目 这些费用会在之后的建筑经费中 以经费的名义扣除 中标公司在转包给建筑公司时 建筑费用就会有一定的缩水 而建筑公司也会一定程度上的挪用一些建筑费用 导致建筑费用再次缩水 最后能用在工人和材料上的费用少之又少 才让一大批豆腐渣工程不断涌现 可以说豆腐渣工程归根结底 是中共政府贪腐的结果 建筑环节中的官商勾结 让本应建造安全建筑的钱 揣在了贪官和奸商的口袋之中 贪腐的问题不能解决 在这样的体系下 豆腐渣工程只会越来越多